哇賽 Superball的組的尾牙太強了 直接超過尤子慶的選手 許波和冠軍 就要靠前冠傑來甩掉了嗎 你可以看到這個 喔~~ 超級大型超過了 冠傑哥哥 冠傑 冰回來 冠傑哥哥就要高速追上了 好快啊 來前情提要 在bikeC組 李柏翰 輸給了尤子慶 尤子慶做出了割喉的狀態 那結果 你怎麼在他前面怎麼會這樣 實力不允許我排比他後面 可是你剛剛 要幫自己找一下剛剛租的藉口嗎 他第一次來給他一點甜頭藏一下 那這場怎麼辦 八爆 對啊 海刷 讓他跟我剛剛的感受一樣 差一個直線這樣 所以你就讓他對不對 對對對 剛剛先小放水一下 那如果你贏他 你會載著他 繞場嗎 沒有我應該會壓他吧 喔好 你要怎樣壓 直接從中間壓過去 打總壓要好講清楚嗎 回房間 不要了 那你要保持下去了 沒有不是保持 我要持續一直領先 對 看他沒有 對 必須的 好 等一下就靠我獨走 俊俊阿 俊俊阿 剛剛是何等的羞辱阿 你受得了嗎 不行阿 他這樣太慢了 太慢了對不對 對對對 你剛剛是在這個位置 講的話 你現在在這邊 懂嗎 處理嗎 等一下我出去就蓋掉他就好 直接處理嗎 對啊 那如果你又拿冠軍 又要載著他 讓他繼續看你屁股對不對 對 OK我喜歡這種態度 哈哈 要不然又是你們 每個組別都是你們 對 好加油看你表演 謝謝 冠林阿 冠林阿 又是你阿 一整天都在訪問你們三位阿 那你剛剛被他們海放了 對啊 沒關係還是有第三名對不對 對 而且起跑還失誤 那這一場 怎麼辦 剛剛說要處理的 這次處不處理 處理阿 不要失誤 還是他們乾脆一起轉倒你拿冠軍 真的嗎 對啊 好好好 沒問題 好加油這次要把握機會 起跑也要把握出阿 好 往前線走阿 不要再往外面走啦 好加油 好現在在個A組 跟Supermoto組的決賽 即將起跑 跟剛剛BikeC組不一樣的是 剛剛拿下冠軍的尤子俊 現在佔據到第二位 那剛剛拿下亞軍的李博煥 現在現在排在甘位 哈哈 喔 開始起跑 哇賽 Supermoto組的尾牙太強了 直接超過尤子俊選手 五冠林選手剛剛排位在第二 現在也掉到後面去了 現在第二的是 陳冠雪選手 騎乘車種是我們的 FS450 海斯瓜娜450 這台車你應該很熟悉喔 我很熟悉 我會發過很多次 好第一圈過後 保持領先的是李博煥選手 第二層冠節第三 游子俊 剛剛排位在第三的 冠林啊 吳冠林 現在暫時掉到了第五位 那很難超車 因為前方的 Supermoto組的瞬間扭力其實很大 我由此進入選手一點都不甘失落喔 很快喔 持續的在找尋陳冠傑選手的 失誤的點喔 對 難道 李博煥冠軍 就要靠陳冠傑來三位了嗎 直線好快喔 馬力 越快也是要Hold得住啊 他Hold得住很強啊 而且其實用卡普的方式騎乘 450的車種滑胎車 也是 技術相當輕易 對 要有技巧 真的要有技巧 你是說要稱讚自己了 對 因為我拿過冠軍 是是是 那第一集團 可以看到 然後在彎道 複合彎比較多的地方 柚子軍就會緊緊追上陳冠傑 但是只要到後半段 有直線路段的時候 陳冠傑就會拉開 你說我們柚子軍 柚子軍 左傑右 能不能超車 這邊沒有優勢 馬上就要回來喔 來 柚子軍內線有沒有機會 趙冠傑手下來 喔喔喔喔喔喔 碰不到一起 哇 好漂亮的殺車攻勢 完全 應該是只有碰到 要不然 那再多碰一點就摔車了 那再多碰一點就是 轉倒了喔 對 因為他不能接受 剛剛輸給自己的 李柏漢友現在 跑在前面 是的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這兩個組別 之所以混跑 也 雖然組別是分開技 但是 這也是增加了比賽的 刺激度 跟看點度 沒錯 對所以大家不要罵 哈哈 我覺得騎士 可是以前 蘇貝木頭組也分開來的時候 他們會走土路喔 我還是很懷念那個時代 對 但是蘇貝木頭組 跟現在的Bike A組 操控方式在差太多了 所以 各有 各有千秋啦 是是是 喔這場焦點 目前是第二名之爭喔 有陳冠傑帶領游子駿喔 現在進入到二號彎 那 吳貫林的話 雖然他現在被泡在後面 不過他依舊是 Bike A組的第三名 是 第四名的李勳 來自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也 算是 跟吳貫林的距離 算是 蠻接近喔 如果吳貫林有失誤的話 他有可能就這樣子 躲走他的 第三名的位置 但是李勳他馬力比較大 他其實是R3 喔不過因為他可能高雄人嘛 是是 比較少來練極限 對 哇游子駿剛剛我們沒有看到地方 超過了陳冠傑 那賽斯還有七圈 現在 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游子駿有沒有辦法 王命追進 用出恐慌之力 山洪爆發喔 對爆發追到了李國漢喔 那游子駿也要趕快拉開 跟後面陳冠傑的距離喔 不然他直線會很亞敗喔 這個距離應該是OK 因為在複合四萬道 他應該會再拉開一點 那 現在看李國漢 他有沒有助力到 游子駿已經成功 超越陳冠傑這個事情 這邊來到直線喔 前面有慢車 會不會對游子駿全都造成影響的話 看來是沒有問題喔 陳冠傑就是高速追上喔 好快阿 同時Supermodel組的 何必呢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相害相殺 那陳冠傑後面的就是 在Supermodel組 現在站J2的 來自健行科技大學的陳文貌 賽斯還有七圈喔 不過主播 是請說 其實你只一看陳冠傑跟陳文貌的騎法 你會發現 我自己看起來 陳冠傑是比較偏跑車類的選手 是 那陳文貌他的 煞車點跟進彎的方式 就是越野車滑台車的 就是典型的滑台車選手 對 雖然他們現在騎在一起 但他們路線 選擇煞車跟油門方式是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 是 你可以看到那個後面 超級耐心超過了 冠傑哥哥 冠傑 冰傑 冰回來 好現在 我們重新來 看到第一 嗯 Back S的第一名 李博漢跟第二名的游死郡 目前大概有一個彎角的差距 對好像還是可能有縮短啦 但是沒有到可以到追擊距離 不過還有六圈喔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喔 李博漢只要一旦鬆懈 就有可能會被插過了 對游死郡恰帶的單圈的優勢 他現在一圈 其實沒有很多 大概領先 不對喔現在全場最速單圈 是由明星科技大學李博漢 做出的46.230 那榮華科技大學游死郡 這一場只有做出46.642的秒數 李博漢的車突然在A組 被快啦 對耶怎麼會這樣子 難道真如他所做到剛剛讓游死郡嗎 不可能吧 沒有我記得是兩台車啦 他上次組裝不是這個 喔對啊那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R15啊 那可能他一台A組的設定一台C組的設定 那可是他剛剛也是R15啊 可是他C組的設定嘛 畢竟C組設定比A組設定來的沒那麼緊繃啊 喔所以他是有備而來 有備而來 有台幣而來 對游死郡他現在準備是同一台車 C組跟A組同一台車 那C組跟A組就同一台車 沒錯 喔所以他有那個 李博漢有備而來啊 是是是 哦 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過現在來看到SUPER MOTO冠軍之道 講著講著 陳冠傑又超過陳文茂 現在領先的一個彎角喔 再剩下兩千 游子俊還在苦苦追趕李柏翰 那現在如果假設這場李柏翰贏 那就1比1平嗎 對 1比1-1 1-1 1-1 高手 高手過中 前面有慢車喔 會不會被影響 好 沒有被影響 很可惜 游子俊選手 閃過了 天啊 賞地點滿喔 游子俊選手如果再晚一點進 可能就直接被掃出去了 是 不過因為慢車的原因 看樣子 游子俊選手 這次可能沒有辦法 只能把冠軍拱手讓給李柏翰 可以看到李柏翰選手 他在進倒數第二彎的時候 知道這裡是冠軍的時候 那個退檔補油 那個手啊 很大力啊 激動到我在主播台都看得到 我都聽得到他拉轉的聲音喔 對阿 完蛋了 現在1-1 要吵架了嗎 1-1 要吵架了嗎 我就說賽前不要吵得那麼用力嘛 是是是 上一場沒有辦法贏回來 這場卻 哈囉哈囉 好 來 即將衝線 來 最後一圈 進入最後一個彎道的是 明星科技大學的李柏翰選手 恭喜 戰績1-1 嗚呼 1-2 是游子俊選手 很可惜 不過很厲害喔 但是這一場的確是有一點實力不振阿 那SuperMoto組的冠軍等一下 怎麼是你 成冠傑 就是你 成冠傑啊 可惜喔 成冠傲 成冠傲 那BugA組的第三名 依舊是五冠零選手 第一次參加 比賽就拿了一個3-3 也是相當厲害 成冠傑 成冠傑 好 恭喜 在BugA拿下冠軍 主別 拿下冠軍的是 李柏翰選手 但他也實行了 他在賽前嗆聲的承諾 呃 這是很棒的一件事 沒錯 互相抵立 互相進步阿 互相嗆聲 這場輸了沒關係 下一場再贏回來 沒錯 那如果一直輸 那就 不跟他當朋友 那就檢討一下 不跟他當朋友 沒有 那就檢討一下 是 是 無言為 無言為 好 第四名 火力高雄科技大學李勳 李勳 勳 恭喜 好 第三次來自健行科技大學的吳冠零 哇 第一次比賽就拿到雙三 很屌 對 就是兩個突台 可是這個組別 好 第二名 農華科技大學的尤子俊 這個組別的選手組成差不多 俊俊 俊俊 好 這個組別 雪恥 哪家冠軍的是 是誰 是明星科技大學的 李勳浩 喔喔喔喔喔 OK啦 OK啦 現在1-1啦 1-1啦 1-1 哪有的真啊 哪有的真啊 哪有的真 OK 好 來 恭喜 一戰民國立陽明大學葉柏年 小心小心 小心 欸 葉柏你現在是要穿那個 要穿那個 要穿那個圍塊 好 好 再第二名 健行科技大學陳文茂 緊接著是冠軍 火力清華大學陳冠傑 來 來 來 有請我們Shogoro上場拍照 OK啦 感謝 不好意思 謝謝